我们先看到中国官方的说法 他们的国家统计局公布说 2023年中国的GDP成长率是5.2% 可是这个数字引发了各方的质疑了 日本产经新闻特派记者田村秀南 他就开始进行了分析的报道 他认为真正中国在2023年GDP应该是负成长 那么报道的结论当中 他就呼吁投资人应该赶快要把资金撤出中国 那我们来看到是 如果对比起来 红色曲线的话 就是中国官方所发表他们的GDP成长率了 那么黄色的部分的话 则是外界的推估 尤其这个2023年落差很大 官方认为他们成长了超过5个百分点了 可是田村秀南认为其实是负成长 而且还超过了3个百分点 那么最主要 它是依据这三个指标 包含了不动产投资 进出口额 以及居民消费 那么这是组成了GDP成长率的主要的三元素 那么依据这样的来推估的话 他说在不动产相关的产业 他认为在2023年是拉低了中国的GDP 大约是5个百分点 进出口额来做比较的话 他认为也是让中国在去年GDP是减了大约1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居民消费 尽管中国的官方没有公布确实的数据 可是他从消费者零售总额来做推估的话 他认为这是让中国的GDP呢 在2023年大约增长了百分之2.8 那么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三个数字 如果将加起来的话 他认为中国真正GDP成长率 应该是负百分之3.2了 其实呢 负成长这个数字呢 不是呢 日本媒体第一次提出 日经中文网之前 他们也提出了 认为呢 中国的GDP成长率 百分之5.2 是用人民币计算 可是如果以美元计算的话 应该也是负成长 以上讯息提供给您 也请指锁定华视新闻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